那我们现在继续来观看一下 你看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登革热发生素 登革热的人口素 请问一下为什么这个宜兰线其他 这边是不是有一起的病例 那可是这个宜兰线其他没有人口素 所以请问这个除出来会变成什么 这个除出来是不是会变成 变成无限大 你们这个无限大是国中的观念了吧 你们这样子就忘记了吗 好所以等一下我们是不是要过滤掉 那个人口素要是一以下的 就是我要二以上的 可以吗 可以了 没有一以下的人口素的居住限制乡镇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为什么会有宜兰线其他 比较可能的原因是因为 他只有田 他住在宜兰线 但是他没有勾他的行政区 对不对 对 你们怎么了 第三天 都不理我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算那个发生率 每十万人口发生率 那是不是就这个被人口素来校正被人口素来除 然后再挖胡乘以十万 好这就是每十万人口登革日发生率 所以怎么算 所以怎么算 发属右键是不是用新增量值 新增量值 因为我不是去算每一个 每一个什么路贝塔 好我算的 我算的是这个宜兰线三星乡的值 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改成 每十万人口素登革日发生率 所以 挖胡 挖胡没问题 一撇 请问为什么这边只有两个 为什么这么多这么多 只有两个 因为他只能把量值叫出来 因为我前面没有放任何的函数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登革日的 什么 发生 登革日发病数 除一撇 登革日 那个这个居住厢 居住县市二乡镇 人口数二 然后又挖胡 挖胡要对称 对不对 挖胡要对称 乘 十万 十万 为什么是十万 我们从国小开始读书都是用十万 以前我都不会去问老师这些问题的 你没有想过为什么是十万 因为我们台湾的人口数 我现在是不是下降一阶是用行政区 所以了不起台北市各行政区也就几十万嘛 对不对 可是有些乡 有些政 像嘉义市好了 什么时代 反正我那天我去嘉义县政府交大数据分析 他就说老师其实我们这边没有那么多人 十万绝对不到 好 不过重点是大概我们用十万来去算是一个比较公正的数字 至少算出来是一个有值的 而不是什么零点几个人 因为我们不可能算那个零点 算出来是零点五三个人 那等于不可能存在的这个人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才会用每十万来去看这件事 我不想你们在学习 我后来我到阳明大学 我才是这样学的 我不懂 我就要问清楚 为什么你不能用每百人什么什么发生的率是多少 不可能有这种单位 好 inter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看发生率 发生率每十万人口 这个 好 勾卷 每十万人口发生率